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来到5月3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f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fi 早晨Irene 大家都看到美股昨晚不错 科技股带领着升市 當然最關注現在回到港股 因為八年升之後突破萬八關 昨晚中概股跟著升勢 中概股指數大升了6% 恒指夜期再升了355點 究竟今天有沒有機會再衝高一陣 還有我們現在怎樣部署好呢 蘋果在美股收市後公佈了業績 阿拉比也會跟我們分析一下怎麼看 有什麼個別股票宜蘭 都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133819 又或者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現 聯儲局議息之後暫時消除市場 對於政策取態的疑慮 在個別大型科技股帶領之下 美股高開之後美段升幅擴大 道指曾經升近400點 收市報38,225點 升322點 標市升0.9% 報5064點 納指升1.5% 報15840點 美國10年期債息早段回升之後 回落到4.58來的水平 美匯指數連續兩日回軟 跌穿105.4的水平 看看焦點美股 蘋果在收市之後公佈了貴積 而股價業績前先升超過2% Amazon和NVIDIA升超過3% Google升超過1% Tesla倒跌大約2% 麥收市轉為微星 另外高通貴積好過預期 股價抽升超過9% 股和ADR表現 京東比本港收市升近6% 截算佈127.54 百度比港股升3.5% 美團阿里網易升大約3% 騰訊比本港收市升大約2% 截算佈368.46 而匯豐控股ADR截算佈69.57 比本港收市價升0.5% 友邦升2% 截算佈60.62 港交所和比瓦迪也升超過2% 看看今早外圍市況 導致期貨繼續升 38,630點升248點 升幅0.6% 至於亞太區股市 普遍都要向上 畫面見到日本偏遠 日股價期優市 而南韓市升0.6% 澳紐市向好 其中澳洲市升0.5% 我們可以看看恒指黑期 港股今早早 可能預期有機會高開 因為黑期升至300多點 我們先和Rabby談談外圍美股的情況 因為昨天都很關注聯合國的意識 出來之後 其實美晒息美會回軟 是不是市場初步反映都放心一點呢 理好星期四美股表現 但當然焦點其實是今晚那個 美國會公佈一輪的就業數據 非農的數據 怎樣判斷影響呢 在未來美國的就勢 因為上一個月都調整了下來 是差不多了 還是還有一個調整壓力呢 我覺得暫時 那個美股 都是一個比較偏向大型的上落市 即是幅度會比較大 可能好像近期 你看到升跌 其實單日可能的變化是比較大的 但是你說那個方向 就是是不是以前這樣 只向上或者繼續破定呢 過去一兩個星期都說過 我想這刻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依然都是維持反應的看法 變相我覺得可能是高位來講 一個上落架局 我覺得又不會調整得非常多 或者不是所謂轉勢 各位都說可能跌遠下來 其實總共有些錢買上去 其實近期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但是當然很同意 如果你說 你現在去看 譬如可能短一點的 今晚 飛龍數據是一個要留意的地方 因為這個其實很簡單 取決於對於息口的預期 對於整個經濟的預期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今晚怎樣看數據 說真的 現在大家估計是二十多萬份左右 增加 但是那個飛龍 如果你說出來 我覺得要怎樣才能動到市場很多 就是那個落差很大 就是它的變化很大 就可能會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 都是無事無事 同意期差不多 或是差一點點 或者高一點點 就是不是太大變化的話 那我又覺得對於這個事 就未必構成太大影響著 因為始終現在 這幾天 叫做好一點的說 就是大家 叫做 特別是剛才提到 譬如美聯儲議息之後 那的確是對於那個息口的看法 就樂觀了 因為始終 當然這麼說 其實這次議息完之後也好 你現在看 你的期貨預期 今年去減息 其實都是不夠兩次的 一次領到的 大概三十多點子 所以你也要年底 是的 甚至最快是十一月 或者可能都未必可以 不知道過不過五成 現在那個預期的減息 那個比率 那所以 雖然其實都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想 幸好因為就是儲局意識之前 其實大家都已經在調整這個預期 其實都已經在不斷的市場縮 就是覺得不夠兩次 不夠兩次 反正你起碼今次結果出來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沒有說重新 讓大家再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這是第一點 所以 如果以分這樣看 除非今晚的數據 是很大的一個差異 或者是落差 否則你說 不是很能動 大家對於減息的預期 繼續維持 可能一次、兩次不夠 我覺得對於這個市場 也不算太淡 因為大家都預期了這件事 甚至大家真的斟著一個point 就是處局在說 鮑威爾的說法 大家覺得是比較適合的 一來他就說到 就是 不要說減息的看法先 希望他先說到不減息 雖然這個就不是什麼特別的 其實大家都已經預期了 就是為什麼他說 減息你才會害怕 所以這個其實 但是大家都是這樣去看 而我想另一個好處就是 昨晚 就是前晚 你看到 美聯儲議息那個 特別大家覺得 適合的地方 就是他對於 QT的縮減 就是那個 收水的步伐 比預期是放慢了 六月份來講 開始就兩邊 加起來減6百億一個月 原本是6百五十億的 即是美國的債邊 原本是預期繼續 持續300億的話 現在減2百五十億 其實減少了一些 即是市場的流動性 又再多了一些 這個模擬隊的市場是多了一些炒作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暫時這樣算 就是那個美股不是太淡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利好呢 那又需要更加多新的東西 但是另外 我想除了意識 就是息口 意識之外 其實真的另外看起來 就是因為這些轉美股 都是業績期 總體 我想還好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 譬如特別看S&P S&P500 目前暫時公佈了超過一半以上的公司 但是差不多是八成是達到標的 所以這個又撐得到估值 因為其實大家經常怕 你一個位置就是升那麼多 好像很貴 但是剛才說 你一半以上的公司出完之後 全部都八成是撐到的 變相現在計算的數字又不是那麼貴 這個又構成了 就是為什麼這些位置又撐得住的因素 所以我想離去 就是這些位置可能暫時叫上落住 不太差 但是你說要升 就真的要多一些利好先 那當然就是業績期 好看一些個別的焦點股份 尤其是昨晚 就是美股收市之後 大家很關注的Apple 蘋果收市之後公佈了一個季節 簡單說說大數 第二財季的收入 我連跌了大約4% 就超過900億美元 都比預期好 順利跌2.2% 每股盈利就1.53美元 這個數都比預期好 原先估1.5美元 王牌產品iPhone 銷售就稍微低於預期 往年跌了超過1成 那些產品裏面 只是Mac機的收入錄得上升 如果分地區看 我關心大中華區 收入跌了8% 其實其他亞洲地區的跌幅更大 市場其實比較震奮 有一個消息就是 蘋果宣布了1,100億美元的回購 那就是公司歷來最大規模 同時就連續12年增加的季度股息 宣布增牌4% 去到0.25美元 相見刺激蘋果的盤口股價 急升了6% 另外蘋果還說 期待下星期會有令人興奮的產品發佈 以及6月份的環球開發者大會 怎樣看呢 因為這段時間也是 其實如果你有增牌息 你有大壓回購 股價通常都可以的 尤其是蘋果在業績前 其實相比其他大型科技股 它的股價是沒有那麼有起息 那今次的業績之後 會否說可以再衝高一點上去呢 我想 那無疑對於市場來說是正面的 因為就像你所說 不要說美股這邊 其實港股這一轉的業績其實也是 只要大家有加派息 或者有回購 其實股價不會跌到去哪裡 不要說是否升 起碼不會跌 這是自己的盤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很瘦落這件事 所以的確你說 以今次蘋果的業績 說真的 其實本來的數目 中中停停 你說大數比預期好 無論過收入 top line 以及各媒股盈利 但是如果你剛才提到 譬如拆開個別的產品來計算 其實只有Mac機器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iPhone iPad那邊 其實都是比預期低一點點的 雖然不是低太多 但是低一點點的 所以其實你一來一回 或者一些一點點 或者一些副來講 叫做中威中矩 但是唯一它好 就是因為真是 一來過去這麼多年的盈利很穩定 叫做很實正 甚至說手上現金是很充裕 所以它可以做的事 特別是在股東層面上做的事 是可以多的 譬如一來回購 二來就派息 其實過去都提過 美股這堆科技股 即是大型這堆 其實大家都覺得它們是 科技裏面的公用股 排息是很穩健的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情況 這次繼續是給了這個方向大家 因為一來的息 是繼續增加 二來剛才說的那個回購 到了11億美金 其實本身市場股 是90億美金左右 甚至比上一次還要多了 所以這些是額外的一些 bonus 所以股價 你說盤後借助這件事抽上來 其實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其實正如剛才說 除了業績 其實叫做中庭之外 如果你看它對後面的展望 雖然它說到可能 現在一些新品 或者不同的發佈 但是它說了4至6月 其實它自己預期 反正iPhone的銷售 其實是低低的做增長 其實不是我真的快得不較過眼 所以這個其實本身的基本因素 不算什麼很高速的印象 但當然我不要以為它是差的 因為其實那個基數太大了 很平穩 但是問題就是 現金流是真的很充裕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硬正的一點 這是一個硬正的地方 所以注意 他們說我會有很多的 要不要以為我 我會想快點 我會說 這傻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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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因為